來看到為了落實保險填補損害成省 金管會嚴理改革時之時負險桑冠制度 因此引爆保單的停賣潮 到昨天為止 已經有保全人壽 台灣人壽 全球人壽 遠雄人壽 總共四家的壽險公司停止收件 即將更名為凱基人壽的中國人壽 則是將改版 至於台銀人壽 台新人壽 目前還在觀望當中 暫時沒有下架的動作